最开始对这个病的了解仅限于网络的图片 当时因为还缺乏一些这方面知识的了解 就总觉得只要是危险性行为的话 就要去检查 真的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会落在我身上 当时真正确认的时候 我就是不可思议自己每天就是那种状态 就是很很很晕的那种状态 或者是说很呆滞 然后目光他们都没有希望了那种感觉 最重要的是它影响到工作 因为药物副作用给我的影响非常大 出现过皮疹呕吐或者是腹泻这种情况 其实是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的 最让我崩溃的事情 其实你感染了这个病之后 没有办法告诉我 让正常人理解你的想法 就是很无助 有共同命运的人一起去聊天或者是一些社会活动 自己从中才会找到自我 不管是谁想和我交往或者是说想认识我 或者是想了解的更深一点 尤其是在尤其是对对方比较有好感的时候 那我就选择了真实的告诉对方 其实心里是那种滋味是说不出来的 因为我也是人我也需要感情 当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一种情绪 我也想表达出来 但是我身体有这个病 我不得不告诉对方 虽然我是一个感染者 但我希望就是现在的感染者会就是越来越少 其实完全在现实当中 在现实的社会当中 说完全消除其事 我觉得还是很困难 从我的亲身经历来讲 就是希望社会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或者是听到我这些话的时候 不要觉得这个病离你们很远 就是它可能就在你们的身边 不用想到啊 这个病就是因为发生了性关系 就很多人误解为很 怎么说呢 就是生活很混乱 我觉得不应该往这方面想 其实每一个人都想要有一份自己固定的感情 当然在找的过程当中 你无法有的时候 你无法辨别对方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每个人都需要啊 在爱的同时呢 可能你不小心就是爱做了人 通过个人来讲 就是真的希望能够消除其事 就是有一天的话 我们就算是感染者 我们也可以和非感染者一起 能够在一起正常的生活上班 自己在还是在自由创业吧 自由职业 其实我觉得就目前的这个现状已经比前前几年已经好很多了 现在通过治疗的话也不会影响到寿命 而且还可以结婚 还可以有正常健康的宝宝 随着科技的进步啊 就是现在的药物也越来越重了越多 副作用也越来越小 那就我们的生活质量 还有工作上都会有 有一定的提高 也不会 就是 也不会觉得那么困难 自己接下来还要面对接下来的人生吧 就是希望自己有一份工作能够养活自己 然后呢 就是积极面对的生活 就是 就是不让自己 无所事事 尽可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